精准的定位 我们的行进方式是俯身前进 擦地整个流程只能8到10秒钟 我是在场边关注运动员是否有 除了鞋子以外的部分接触到我们的场地 这个时候我就要先记住运动员倒地的位置 然后等待裁判吹哨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到场上 首先是不影响我们运动员的比赛 其次还有我们因为周围有直播的镜头 所以我们就是要俯身的 双手拿住我们的手帕 然后一侧膝盖微躯 但是我们不能着地 因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不同国家的信仰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场边的时候一定是 双手手掌朝上 手帕置于两手之上 这个是我们坐在场边的时候 为了美观 我们的这一面就是会朝前 对这条缝这里是朝前的 然后擦的时候我们就是两手同时向下 然后找着我们的地方 前后的擦拭 我们每一次一个人上去这样150次左右的擦拭 没有一个很高的很强大的体能 我们是冲下来的 中间有网 两边的三米线 我们在六米来回往返跑 打了一点钟训练 我们打了六点 总要打五个小时 越整洁 越显得好 越显得大气 越显得你整体性好 显出我们的精神面貌 显出我们杭世大 我们大学生的风范 我这帮孩子非常的棒 我们这帮孩子 就是说责任心也是最强的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感谢观看